大家好 我叫张灵鹤 在少女大人中饰演裴招 在你的理解中裴招是一个最高的人 我一开始以为她是一个很高龙的人 眼下来觉得她是一个比较软心的王爷 也是一个很有关系的人 她身上有哪些特质和你本人很相似的地方 裴招看似是一个大男人 但是其实她心里面很软了 尤其是对苏词 在拍摄中对你来说 觉得去哪那地方是什么地方 因为其实也知道这是你第一次拍戏 对 就是因为是第一次拍摄 然后第一次钢篮主角会很紧张 有些东西得一步一步来学 幸好导演是一个很会知道我们演员的人 然后剧组的工作人员 当初的也挺可恶的 你的搭档陶瑶就是会知道你一些 就是在拍摄呢 会会会会 前期都是她在营造我一些带着我走一些 有一场在马克里的小吻戏 其实是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然后因为当时是苏词是吃了某种药 就比较的亢奋 然后我们就在想怎么演出那种感觉来 然后我们演到就是要到那一步的时候 嗯 我们准备收住了因为觉得不太好 但导演就在电视器那边就说 你们再继续啊继续啊继续啊 当时我就不知道手放手该放哪了 是尺度很大吗 呃 没有尺度很大 但是导演也就想让我们这样 还收住了 哇 如果苏词真的是男生的话 你觉得起往会怎么办 好兄弟啊 因为当时一开始是就觉得他叹能力很强 能力很强才会去把它纳入到我的查案的小堆里面去 没有想过后面会发生这些 如果把苏词和培照的感情比作一种糖 你觉得是什么糖 秀动吧 就是外面很酸里面很甜那种 就是鲜鲜酸然后甜酸甜甜的感觉 请用三个词语描述一下你的答案 认真细心还有就是话多 怎么说 就是就挺活跃的一个女孩子 很活泡 有很大的反差是吗 没有反差 没有反差 你意思是这样 询换了吗 就是第一次和苏词拍尾系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紧张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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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紧张吗 紧张然后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四肢将用吗 小哥不知道放哪儿没有感觉 但我看某些人也很紧张 我看某些人也很紧张 最后对我们少女大人想说点什么 希望少女大人收视长逢也是我第一部戏 希望是一个能让我成长的过程 然后希望每个工作人员都会有很好的 怎么说呢 好官方很好的胃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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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